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5年多前开始运作 我在当科主任从2013年开始做这些规划 都是引进最新的仪器设备的技术 然后可以加回这个病患 那我的专长基本上是以这个乳癌 护癌 妇女癌症为主 那也有做不少的直肠癌 然后部分的肺癌 那我们这个放射治疗的技术 那现在其实全世界一般的放射治疗 我等一下会介绍就是叫光子治疗 其实这些配备都会有的 那但是这个治疗的设备就不是那么多 有些国家有些是没有的 那除了我在做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 也有在做一些基础研究 或是这个大数据整合 那我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放射治疗 会有几个比较大的原则 那当然不会讲的太艰深 虽然有一些英文字 不过就是我简单的介绍 那因为这个放射治疗 在这个癌症的治疗里面 其实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癌症治疗大部分是以手术为主 但是手术完其实有些病人会复发 那过去探讨为什么会复发 其实就是癌症的第几期 如果比较严重的 它复发率会比较高 所以为了降低这个复发的这个几率 我们在某些病人高危险群的病人 都会建议做这个放射治疗 降低它这个复发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放射治疗要造的范围 那我们说几个大原则就是有 这边阿拉伯数字有写的1234 那1就比较好记 1就是一个靶区 好像好像我们在打靶 如果有当兵 当过军人的 大家就知道我们要打靶 那个我的目标在哪里 就是我要治疗 这个放射治疗的范围是哪里 那你说我知道啊 就是照射那个开刀那个地方等等 或是有肿瘤的地方 没有错 可是 你觉得你要照这个地方 你真的照得很准吗 我们在打靶或射箭 我都知道要去打那个红心吗 可是你真的打得到那个红心吗 这个就是技术的问题 还有训练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有些肿瘤它其实 它会移动 移动的意思是说受到呼吸的影响 呼吸的话动来动去 它就动来动去 所以一个靶 你要在打靶打一只鸟 那个鸟会飞你 你打得到它吗 它又不会乖乖的站在那边让你打 所以我要命中 准确的命中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 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些 这个就是靶区的概念 那二就是两种组织 因为我们 虽然是要治疗肿瘤的组织 但是正常组织也是非常的重要 你把肿瘤治疗好 但是正常组织也伤害的很多 那这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治疗 所以我们要以这个 副作用正常的副作用的最少 为原则 那这个两个要去一并的考虑 这个就是两种组织 你都要顾及到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三种处方 我们我们医师就是开处方 就是平常开药 我假设开了一颗药 说这颗药一天吃几颗 然后呢要吃吃几天啊 等等等等 就是会下一个处方 那我们放这治疗也是要下处方 那就是三个处方 第一个就是范围 Volume 我要造多大的范围 有些病人你可能要造的比较大 有些病人你可能要造的比较小 然后还有就是我要造的剂量 好像那个药量 到底要下多重的药 那个剂量要造多强 这个都是DOS 还有就是造几次 就刚刚讲比喻做这个吃药 要吃几天要吃一个月吗 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这个也是 就是要造几次 所以就是要下三个处方 才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治疗 那是我们讲就是radial biology 就是四个R 这个就稍微比较深入一点 就是我们要顾及到这个肿瘤 跟正常组织的修复程度 然后那个生长的状况等等 这个循环好不好等等的因素 这个就是我们在放射治疗 要一并考虑的这些大原则 我们讲就是1234 通常我教学生就是这样教 那刚刚其实我有讲到这个 你要顾及到肿瘤跟正常组织的反应 那我这边的图就是让大家简单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面我指的这个 TCP或是这个NTC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几率 就是我们如果一个做图 从这边开始往上 我帽子指的地方 它的几率就越来越高 从这边是0 然后这就越来越高 这个叫做probability几率 0到1的几率 或是0到100%的几率 那如果是我这样横的跑的话 就是我们讲这个放射线的剂量 我刚刚讲的造多少几次啊 多强这个就是剂量 那你随着这个剂量越高 那这个所谓的蓝色的部分 就是肿瘤控制的几率就会越高 我当然剂量要做到足够 它的控制率就会达到最理想 可是你剂量在做高的时候 正常组织也被造到了 这个就是红线 红线就是一个正常组织 也被造到了 那所以它的这个发生的机会 也越来越高 所以你要说有一个很好的肿瘤控制率 却也超过一半的病人都有副作用 后遗症 那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蓝线跟这个红线相减 就得到这个绿色的 我们叫做没有并发症的这个治愈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治愈的几率 没有并发症治愈率不是越来越高 是到了一个基量又降下来 因为后面我指的这个部分 完全就是因为造成的并发症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们要最理想的状况 可能是这个剂量 但是这个其实再以这个来看 它的这个治愈率 加上完全没有副作用的几率也只有一半 那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 所以我们我上面写的 为什么要把这两条线 蓝色跟红色去分开 如果分开的话就是像下面这个 就是蓝色的往左边跑 那红色的往右边跑 那这样这个减起来这个绿色的就是 完全没有副作用又可以治愈的 这个几率就大大的提升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绿的这个几率就 越来越接近百分之八九十 可是原来这个的话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这个图是在讲这个 那就是我们讲这个 the therapeutic ratio 就是说你能够在肿瘤控制 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同时也要让副作用少 那要怎么样让这两条线分开 我们就是会有这个 我们很专业的这个放射物理 跟这个辐射生物学 一并去考虑的 就是一个概念让大家了解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两种组织 其实你就是要综合去考虑的 那我后面会呈现一些计量图 所以这个计量图 当然大家一定是很陌生 那不过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 比较容易的比喻 各位先可以看一下这个左部 左边的右边这个图 我现在指的 这是一个脑部 然后这个是一个脑部长肿瘤的 红色的区块 这个就是长肿瘤 那我们就是给放射线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 一条条不规则的线 这个不规则的线代表计量 那这个红色的红色的范围 就是计量是最高的 那越往外 越往外这个 离这个红色越远的这个线 计量就比较低 就是这个放射线的计量 让你造射量比较低 那因为这边都是正常的脑部 那我们希望这个剂量都集中在这个红色的肿瘤的部分 然后那个越周边 离他远一点的这个正常组织 脑部的剂量能够越低越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计划 治疗计划模拟的时候 我们一个病人做了定位 所以我们就是要先去把这个计量 尽量能够减少它的这个副作用 那要怎么评估这个 这个我们模拟出来的 是不是如我们的理想 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那我们可以用左边这个图来跟大家比喻 这个就是像这个登山 如果大家有听过或是看过 或是实际有去爬过山 有那个山都有那个高度 那这个会有一个山 然后这个等高线 这个曲线是大概多高的 多少米 然后越来越下降 这个10米的50米这样 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说 我指的这个地方 他这个山是很陡峭的 他离开一点点他就降得很快 这个跟我们计量一样 这个高就是计量很高 那这个山 在已经在这个山脚下了 这个计量就很低 那如果你在很短的距离 就把这个计量降低 那就表示他 他在避开这个正常组织的这个效果 特别好 那如果是像左边这个很平缓 那表示他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计量没有降得很快的意思 大概我们在看这些治疗的计划 都会用这个来比喻 那后面有一些图也是会用这种 治疗的模拟图来看 那在这个乳癌的这个放射治疗 我们在这个会遇到的状况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病人是接受这个乳房保留 乳房保留基本上是必定要做放射线 因为乳房保留他不是一个全部根除性的切除 所以他的复发率一定会比全切除来的大一点 所以乳房保留的手术 那一定会做这个放射治疗 可以增加存活率减少复发 那如果说这个病人因为一些原因 他没有办法保留乳房 那做了这个全切除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病人的状况 并不是所有全切除的病人都来做放射线 那通常就是如果没有淋巴转移 因为这个肿瘤有时候会转移到这个淋巴线 那如果没有这个淋巴转移 那那个肿瘤小于5公分的 那就不用做 因为他已经比较小 那也没有淋巴转移 那就不需要做放射线 因为他复发率就比较低 但是如果有淋巴转移 或是肿瘤大于5公分 那这个的话就是需要做这个放射线 因为这样才能降低他这个复发的几率 增加存活率 所以乳房前切除我们就是看他的病情 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就需要做放射治疗 那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 有很多的研究陆续的出来 那我们会有一个治疗 叫做短疗程 那所谓短疗程就是他的治疗过程 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完成 那以前比较早年 20年30年前的这个乳癌的放射治疗 都要做一个半月 因为我们放射治疗是要天天来做 我们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都过来做 那礼拜六礼拜天 周六或周日休息 那这个短疗程 现在最新的短疗程可以做到一个礼拜 一周五次就把这个治疗全部完成 那这个是比较新的研究 那这样的疗效跟过去做比较 长疗程一个半月来比 其实发现这个肿瘤的控制疗效都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急性的副作用 等一下会有一些 那个图片 急性的副作用主要是皮肤 皮肤造色会红 那这个会明显的改善 所以这个短疗程的造射 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越做越多了 还有一种治疗方式就是 我们造射乳房并不是全部整个乳房都造 因为整个乳房都造 当然会副作用比较大 那在某些比较好 复发率比较没有那么高的病人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那个开刀那个位置 只造那个位置 而不用整个乳房都造射 那还有就是今天其实要讲的主题 就是说我们既然讲到这个乳癌的放射治疗 那当然有可能会造到这个心脏肺脏 那造到心脏肺脏就会增加这个并发症 那后面也会说明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技术 今天就是主要是讲治治疗 还有一个是深吸壁气 就是说用一种壁气的放射治疗来做 可以避开心血管 这个是一个一般我们在光脂可以做的技术 那这边的话我再讲一下就是说 呃 我们在乳癌治疗比较早年的 我们是用一种Eletron病就是那种电子树 电子射线 这个是比较久的技术 很久的技术 那大家现在右边看到的图就是这种 这种剂量图 那这种剂量图其实就是一个 你看到这个心脏这个肺脏 然后这样照下去 那乳房的部分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表面的地方 那它还是会有一些照到这个心脏肺脏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过去做的一些研究发表 我们在讲说这个后遗症有什么肺部的纤维化 或是这个皮肤血管扩张 就是那个皮肤看起来就很不好看 血管都浮出来了 那我们也去做了 这是另外一个发表 我发表就是在 我刚刚讲那个电子就是很久的技术 那光子比较新的技术 那我们就比较这个光子叫Foton 那电子它在冲 那发现这个用光子做的这个副作用 皮肤的副作用会减少比较多 那这边就要讲一下这个 我们放射线其实会减少这个 就是我们为了要去减少这个放射线 造成心血管的这个病变 我们就是需要去做一个了解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乳癌放射治疗 到底会造成多少机会的这个心血管病变 那我这边提到心血管病变 主要就是以这个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 心脏有三条主要的冠状动脉 那这个是一个病变 那还有就是那个 AMI AMI就是我们中文叫做那个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就是比较会 会要人命的那一种就是很严重的心脏病发作 那这种这种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上这个图 左上这个图它是分两条线 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 那这个是存活率 就表示说左边右边的乳癌 那个大家的治疗的存活率就差不多了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右边这个图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实现的地方叫做90% 那虚线虚线是75% 这什么意思 实现是左边的乳癌 右边那个虚线是左边的乳癌 那这个意思说没有这个心血管病变的存活率 那意思就是说 右边的乳癌大概有10%的机会 那左边有25%的机会 那事实上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其实右侧的乳癌不太会遭到心脏 那但是一个人其实就是有心脏病 本来就有可能会发生心脏病的机会 心脏血管病变的机会就是10% 所以它的基础值就是10% 所以我们要这样看就是说 那从10%如果是做左侧的 那是25%减下来 所以增加了15%的这个机会 那左下角这个图的话是讲这个ami 就是这个心肌梗塞 这比较严重的 这个相减的话就是10% 所以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在做左侧乳癌的放射线 如果20年追踪长期 会发现说心血管病变是增加45% 那那个心肌梗塞的话是增加10% 那算是有明显的增加 那这个图的话就是在呈现这个 这个心血管的位置 我们看到有这边有画了几个颜色的圈圈 那主要是看这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心血管其中一条 左前降肢 那这个地方其实会蛮接近乳房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有些图 那接近乳房这个地方 其实照射就会引起这个的病变 那这个是很知名的研究 就是说这个增加这个CAD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心血管病变 那你只要剂量越高 其实到某个剂量以上 可能会增加发生率 相对的这个发生率是一倍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剂量越高 其实它的风险越高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从2000年到最近 那其实在这个知识治疗的设备 在不管在美洲欧洲亚洲 其实这个成长都算是倍数的成长 那表示这个知识治疗的疗效都受到肯定 才会有很多的医院投入 那这个知识治疗其实它的发展很早 1954年就发展 那主要是光子就是一般的放射治疗 步骤太大 不过过来光子治疗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就是发展出很多的这个 刚刚我提到一些技术 那这样就好像它有点在追上知识治疗 但是治疗治疗在2008年 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医学中心 那他们引进了最新的技术 那这样的话就反而又开始把光子的这个差距又拉大 所以刚刚我用的这个图就是说 其实在2008年慢慢大家觉得说 这个这个新的技术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愿意投入的这个医院就越来越多 所以就会到去年10月 其实有113家的医院在运转 那31家医院建造 那36家已经也是要规划了 不过早期的知识治疗 刚刚讲发展很早 可是没有这种准确的这个扫描的定位 所以其实准确率并不好 那当然也就没有影像导影 就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病人躺在治疗室 其实我们要看他的位置准不准 可是早期的话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准确判断 所以照着准不准其实也不知道 那如果要去考虑更新的技术 呼吸调控强度调控 早年完全是没有这些技术 所以其实就是会增加这个不准确度 跟这个副作用的机会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指指治疗跟光子治疗 X-ray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般的光子波头 它是会穿透的 所以这个从我这边指的 开始打到这个tumor肿瘤 然后它会穿透 那这个上面这个就是proto 指指治疗 它其实打到这个肿瘤的地方 它就停住了 它就不会穿透 所以后面的组织就会保护住 就比较不会有副作用 伤害性 那这个我们资指治疗的技术的话 有分新旧技术 然后我们 我现在指的这个左边就是要散射技术 那这是刚开始资指发展出来的时候所做的技术 那当然我这边有提到很多缺点 就是一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办法执行 那一些正常组织其实还是会造到很高的伎量 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旧的技术 我们高雄现在其实是完全不做了 完全没有这些旧的技术 大家都可以看到 如果肿瘤就是这种形状 那我们好像一支雷射笔一起去扫 然后就从这个最深的地方一直往浅的去扫 然后肿瘤当什么形状 我们就可以把它好像在画图一样 就把它拿一支水彩笔把它画一画 什么形状我们就画成什么样子 那对周围的周边组织的副作用可以减少很多 所以这个笔尖热素是这个新的技术 是一定是要采用的 那我们这个乳癌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在治疗室 这个图片是在治疗室 我们还是可以去照它的影像 那照这个影像我们发现说它的这个 看一下黄黄的地方 黄黄的地方就是我们照射 在治疗室在取的影像 然后会去跟这个比较灰色 这个这是当初定位的影像 我们会做比对 那我们发现都很稳的 所以我说准不准 你如果没有做这个影像导引 你也不知道你照的准不准 那我们就是要确认很准确 我们才会执行治疗 那这个是一个国外的简介 就是说其实乳癌的技术 那个乳癌放射治疗的技术 也很久就有了 只是治疗技术很久了 但是当然现在的这个治疗技术越来越好 那可以看到这边有写就是保护心脏肺脏等等一些 还有一些减少造射的范围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造射也会引起一个癌症 所以我们如果是做治疗 也可以减少另外一个癌症发生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讲3D CRT就是这个过去比较旧的技术 那过去旧的技术我们发现这个心脏 这边还是会照到血管 那IMRT就是比较新的光子技术 但是它可以减少一些心脏的一些造射量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然后你看看这个有颜色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等计量曲线 那个计量那个塔丹那个图很像那个 那你要发现很多颜色就是照到很多的器官 虽然它的计量不高 但是就是多照 那最右边就是这个枝子 IMRT是枝子 你就会发现这个浅颜色的部分就很局限在这个乳房 这个就是乳房的地方 那心脏的地方就不太会照到 跟中间或是左边来比 就减少很多这个噪射量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文章的发表 这个左边就是枝子治疗 大家看很局限在这个范围 可是如果你用光子治疗 你就会发现一些浅蓝色的就多照的 心肺都多照了 那我们在做这个治疗一样 那这个光子就是刚讲的 会多照到很多的器官心肺 这个颜色浅浅的这个都多照了 那枝子的话就很局限 那我们如果做剂量的优化 可以再减少一些皮肤 这个表皮这个颜色比较没有那么红色的 这个颜色就是剂量比较低 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整个乳房或是整个胸壁的照射 那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枝子的照射 就是局限在我们照射的范围 那我们如果去做后续的扫描追踪 我们会发现过去如果你做光子治疗 我箭头指的这个地方 这个肺部都会有白白的损伤 可是做枝子治疗就不太会 因为枝子治疗照射肺的体积是比较少的 那我刚刚讲有一种技术 那个是光子的技术 就是说深吸碧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左边是正常呼吸 那心脏在这边乳房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心脏其实跟乳房很接近 可是如果深吸碧气 就是吸饱气碧气 我们碧气可以碧20秒 我们就用那20秒钟来做治疗 你会发现这个心脏跟乳房的距离就会拉大 因为你吸了很多气 那个肺扩张 就会把心脏挤压到远离乳房的地方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是正常呼吸 你会看到这个心血管跟乳房是非常的接近 可是如果你是用深吸碧气的 你会发现这个肺扩张的乳房也外扩了 那心脏跟它的距离就拉大 那下面这边就是 你看到这个一条一条 这个就是血管 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管如果是用碧气的 可以分开 这本来是一个还不错的技术 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 有些人他其实没有办法闭气闭这么久 以现在这个状况 你看中间这边 他尽管做了这个闭气 可是他还是分不太开 血管还是没办法闭开 所以这个状况还是得要靠治治治疗 才有办法去闭开这个心血管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乳房的知识治疗 其实有遇到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如果我们没有去做 在治疗室做一些定位扫鸟 其实你根本很难察觉 我们讲就是开完刀 其实他的那个伤口的地方 会积一些组织的基因 那这个基因的话 你在一段时间他会吸收掉 他就会变薄了 本来他这个比较厚的 肿脏那个组织基因 然后他到一段时间 他突然就变薄了 你说变薄对知识治疗没有影响 其实影响很大 等一下我会说明 像另外一个病人也是一样 他真的在治疗的时候定位 发现这个灰色这一块都变薄了 这个厚度就改变了 本来左边这个比较厚 可是他现在变薄了 那这样的影响就会像我刚现在呈现的 如果你定位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这个厚度是这么厚 那我们就设计成这样很好 这样就 就是这个血管造到的很少 可是真正来治疗说他变薄了 那变薄就是说我今天用五公分的这个规划模拟 去做一个现在可能只剩下四公分的组织 那他就多了一公分 少了一公分 其实就是我的脂子会多打 反而会冲过头 那这样心脏血管就照到了 本来他是五公分 现在可能四公分 那就是我们用五公分的剂量去打 现在只有四公分的情况 那当然会打过头 所以我们就要发现这个影响很大 本来这边是很安全的 左边这边很安全的 现在就剂量就会变高了 这个就是一个 对反而是一个伤害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治疗说要 在治疗室还要再去取这个影像去对比 就是可以察觉这个状况 那后面再简单介绍一下一些治疗的案例 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乳癌复发 然后他这种正值扫描的亮点很多 就是会造成这个复发的范围很大的 像这边都有 那这个已经没有医院愿意帮他做治疗 因为他也照过放射线 那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是去努力去规划 去治疗 那治疗后 其实以左边是他治疗前这边都有肿瘤的 那到了五个月后其实就消失了 就改善了 那这是另外一个病人乳癌 他肝脏已经转移到肝脏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棘手的 那我是建议就是搭配这个 还有一个最新的叫免疫治疗 那因为像这个我圈起来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肿瘤 那这边也是肿瘤 你去照这个地方离胃非常的近 其实胃会伤害到 那我们就是搭配免疫 那我不要整个肿瘤 看到都照 我只要照 这个比较伤害性比较少的 那这个地方我胃旁边我就不照 那以后追踪 就发现这个已经不见了 那这边也不见了 就说搭配免疫治疗 就算你没有照到这个指指 他也会改善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同一个病人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做比对 我圈起来这个就是肿瘤的范围 可是治疗完之后呢 原来这两块都看不到了 那离胃的这个地方也不太看得到 那这个病人不是只有肝脏转移 还有颈部还有腋下都有转移 那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们照的范围 那我们只照肝脏某一个范围 那我们发现这个治治治疗后加免疫 这边也都同时消失了 这个就是一个 搭配免疫治疗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做治治治疗 有两群病人 一群就是整个乳房 那个照射的不照淋巴线 就是病情的关心 照射范围比较少 那还有就是如果要照淋巴线 就是可能有淋巴转移 我们就要照的范围比较大 就是我刚讲的1234那个1 我到底要照多大的范围 我的靶区在哪里 还有那个3就是那个范围多大 那其实在这个研究 国外做了不少 就是说这个皮肤 我们现在要针对这个皮肤反应说明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纵轴就是这个发生的机会 那横轴这个就是第一周 放这治疗第一周第二周到第几周 那我们如果整体看这些发生的机会 其实皮肤红的反应 我们看这个40 40就是现在比较常做的 做一个月的做法 40 其实很多还是会红 然后可能要到一个多月才会慢慢改善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做法 就是刚刚讲这个英国的做26 grade 就是只要做一个礼拜 那这个皮肤红的状况会好一点 然后主要是这个grade 2到3 就是第二集到第三集的皮肤反应 那等一下我会讲什么叫第二集第三集 就是比较红的皮肤 那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蓝色的部分 它发生率是低很多 比这个红的做了四个礼拜的 改善很多 像这个部分就是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红 大概就是第二集的红 其实这种病人还是会慢慢恢复啦 治疗过程 可是治疗完它其实就会 一个月后就退掉 这个大概是第二集 那我们也针对我们乳癌的病人去做研究 我们也是看第二集的这个发生率 那其实这个第二集的观察要一点时间 不是说我治疗结束没有就没有 其实我们要观察很多时间 那主要是这边呈现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我们电脑的模拟的剂量 去调供它这个皮肤的剂量 去把皮肤剂量压低 其实它的发生率就会低很多 这个都是我们在做这个 刚刚讲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是有一个曲线 两条线要分开很像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可以去算出这个几率 那我们去综合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说那个这个技术 如果是旧的技术 其实这个中重度发生几率就八成多 新技术可以到到这个一半左右 所以新技术还是会比较好的 那最后提到这个少数的病人 我们可以做不要整个乳房都照 当然这个要评估 那我们如果说用两个角度以上去照 其实它的皮肤反应会再更好一点 那这个就是针对某一些族群的病人 不是每个病人都是适合这样的治疗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几集 第一集第二集的颜色 那第三集就是更更红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照射范围少 其实这个副作用还是会比较少 但是就是这些 限于这个低幅发风险的病人 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做这个 只要做部分乳房照射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最后的总结 就是说我们放射治疗技术 还是要减少这个后遗症来发展 那左边的乳癌 因为会比较容易照到心脏 所以我们要用这治疗 其实可以大幅减少心肺的这个剂量 那比心技术就是这个比肩色素 其实他是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皮肤的反应 比这个救济素好很多 那如果说可以配合这个短疗程 我刚刚讲那个做五次的 那其实可以再减少一些这个副作用 或是你用这个 有些病人不是整个乳房都照射 那其实这样的副作用可以再减少一些 那我就讲到这边 那如果说后续有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那可以再跟我们这个国际医疗中心 来做这个咨询 这个是我们的联络的方式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台湾这个高雄长根医院的这个 黄医医师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了解就是乳癌的这个指指治疗的这个部分 可以怎么样的护伤 或者是减少这个对我们心脏跟这个肺部的这个伤害 那非常感谢 感谢这个黄医师的分享 那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癌症统计上面 过去我们华裔的这个女性里面 过去是20个女性里面有一个会患这个乳癌 那近几年已经降到就是14个女性 就有一个人会患乳癌 所以这个几率还算不晓得说 跟台湾那边比较起来是怎么样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目前的这个统计是这样 那非常谢谢 谢谢姜黄医师带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讯 那我们欢迎呢就是面子书朋友 或者是这么长的朋友 如果今天这个黄医师的这个分享的资料非常珍贵 那多欢迎大家到我们不获面子书去转发今天这场直播 让更多跟您有缘的朋友 可以因为您的转发而学习了解 这个资质治疗对这个乳癌治疗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台湾高雄长根医院的安排 谢谢黄医院医师 也谢谢呢就是不获生命学院基金会的大理支持 谢谢新周日报 医师力面子书的联合直播 也谢谢星际医院乐林管理学院的联合直播 还有很多个人面子书 比如梅子老师的这个个人面子书的联合直播 都非常的感恩 好那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会有我们上最后一堂 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健康养生课 那下星期的安排呢 会有就是我们这个黄子轩医师呢 来跟我们分享中医怎么样的来辅助流产的这个妇女 那我们在这边呢 也再一次感谢啊 就是高雄长根医院这边 我们已经开始在找手 就是安排五六月这个新学期的这个课程了 那我们星期六还是一样有我们的健康养生课 那我们在这个五六月的这个学期呢 我们还会有两次可以听到就是台湾长根医院 也分别是有基隆长根医院 以及高雄长根医院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一个是分享这个卸足肿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分享这个淋巴水肿的治疗的这个部分 那都非常感谢感谢我们台湾这边的长根的朋友们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的老爸老妈可以学习 了解很多的这个新知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边再一次谢谢 谢谢黄燕医师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德明子书的直播 我们要进入中讲坛的交流时光 和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是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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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liber